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而言 到了20岁以后 眼睛的生长发育逐渐趋缓 因此近视度数通常不会再像青少年时期那样迅速增加 但是由于年轻人的结状肌弹性较佳 有可能会因为长期使用3C产品或近距离工作导致所谓甲性近视的产生 点完散瞳剂亮道的度数才是真正的近视度数 结状肌静卵通常可以透过休息调整用眼习惯 例如远视远眺 定期休息 用眼30分钟就休息10分钟 以及适度的户外活动改善 如果这些方法不足以改善症状 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以确保没有其他视力问题 林辛勒提醒 少数人在成年期仍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度数的增加 通常与遗传性的因素或先天拱膜结构脆弱问题有关 因此 建议长期使用3C产品及近距离工作的民众 若是发现度数增加或视力模糊的状况 仍需到眼科医疗院所检查追踪 详细判断成因 近视孔治四大眼科并发症 及早发现治疗很重要 林辛勒表示近视其实是一种复杂的问题 并非只会有视力模糊的困扰 更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病变对眼睛造成潜在的伤害 以下是四种可能的眼科并发症 一 黄斑部病变 近视者患上黄斑部病变的风险较一般人群更高 可能导致中央视力模糊和失明 二 视网膜裂孔 玻璃 近视患者的眼睛可能因眼肘过长而增加了视网膜剥离的风险 视网膜剥离可能导致急性视力丧失 需要及时的手术治疗 三 青光眼 近视可能增加患上青光眼的风险 对视神经造成损害 进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损失 但是青光眼在高度近视的病人是较困难诊断的 必须长期在眼科接受一系列的检查和追踪 四 早发性白内障 近视造成眼球的过度伸展 可能导致趋光介质如水晶体的浑浊影响视力 总体来说近视使眼睛的结构受到改变和拉伸 这可能导致眼睛各部分的功能异常 增加一系列眼科病变的风险 因此 及早发现病有效管理近视非常重要 以减少潜在的并发症风险 林欣勒强调 近视一旦形成了便很难从结构上回复 即使接受近视镭射手术 近视对眼睛造成的影响仍无法去除 定期接受眼科检查并遵从医生的建议 才是维护眼睛健康的关键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 点赞 及转传